你現在要衝嗎 你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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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名員警花了好大的力氣 才把嫌犯給制服 他做事還想逃 但先前早就惱羞成怒 對警察拳打腳踢 還把員警狠摔在地上 你腳打警察不是很有力嗎 你現在是怎樣 我打這樣 要打 造成兩名員警身上有多處擦傷 紅腫還有扭傷 李哲平頭被警方拉進警局的 就是這名嫌犯 他辯稱是因為偷了水桶 怕被抓加上沒有戴安全帽 所以才想反抗 他順勢把我推倒 推倒之後因為機車在我後面 我就跟著機車已經倒掉 但他身材魁梧 體型壯大 體重有100多公斤 受傷員警只有70幾公斤 比較起來身材差很多 根本無法制服這名壯漢 只好請求支援 4名員警齊立在嫌犯家中 將人順利圍捕 當時是一手一個 然後 一手一手 因為他很壯壯 沒辦法靠到後面 所以當下我們再拿起一個手套 用接的 嫌犯體型實在太壯壯 一副手銬還無法將人制服 還得必須用接的 因為這樣長度才夠長 但他現在不僅是犯了切到罪 還得背上一條妨礙公罪 至於觀眾全的影片請防播 多謝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